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华为会不会死我们都会再来讨论 但我们回来看 这次中美贸易大战教授 我真的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一个是美国总统 一个是中国国家主席 就为了一个是要杀华为 一个是要救华为 两个拼命在厮杀 一个为了要杀华为 搞得自己好像黑帮大哥一样 一个为了要救华为 把自己变成了超级销售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因为华为掌握了5G的关键技术 而5G配合人工辨识 就像献哥刚刚讲的 它的应用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除了刚刚讲抓罪犯以外 大家记不记得 Amazon现在不是开无人商店吗 就是顾客走进去 随便拿 拿完以后走出去 就在你走出去不到五分钟内 你的手机啪就响起来 说你刚才拿了多少东西 我从你信用卡扣款多少钱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人脸辨识 5G加人脸辨识 对 不用5G 就是Amazon只是用人脸辨识 它就可以让消费者 走进去 走出来 没有门禁 里面一个店员都没有 货架上东西随便你拿 所以这个商机 这个市场无限大 它主要是两个人工智慧 一个是人脸辨识 第二个就是货架的重量 因为它可以看到 你这个人去那边拿 你如果拿了的话 那个货架上的 那个商品的重量会减轻 如果这两个都配合 它就确定你买了这个东西 而且它知道 你拿了几包巧克力 它都知道 好厉害 郝教授 这次当然是川普先发动攻击 然后习近平才回防 川普为什么非要杀华为不可 而且这种手段很不可思议 这个川普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在宣布他要参选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让美国压 他说我们美国现在 有了大麻烦了 第二句话说 比如说 你们什么时候听过 我们跟中国签订一个 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协定 这是他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说 我们满街都是日本车子 请问你有没有在东京 看到过一辆 美国的雪佛兰轿车 这就是他第三句话 然后后面他讲了45分钟 不是讲中国 就是讲日本 就是讲墨西哥 他就是靠这个当选 美国以前像川普这样杀别人有过吗 这个血迹斑斑 最最比较狠的是雷根 就是雷根杀日本半导体 就是照杀 怎么杀日本半导体 对啊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1985年的时候 日本的富士通64K的DRAM 占全世界的世界占有率是80% 美国AMD几乎快垮了 美国英特尔已经宣布 从此不再做DRAM了 所以美国第二年就跟日本签一个半导体协议 强迫日本升高价钱 因为他说你原来卖到美国是请销 然后强迫日本要保证美国的DRAM在日本有多少的占有率 然后第三年1987年 美国对所有日本半导体电子产品电视机的进口 用301条款 百分之一百关税 这都发生过 所以 那日本为什么要签这种协议呢 日本不得不签啊 日本连防卫都靠美国 所以 阿关 那时候的惩罚关税是百分之一百 现在10%25%客气了 所以老板你心态的是 半导体市场你现在领先 我就不能让你 我就把你打死 我就是没有加以思维的感觉到 到现在日本已经半导体已经零了 没有DRAM了 最后一家L-PIDA也倒了 现在全世界就剩下美光 麦克隆跟那个Samsung 主要就是两家了 没有了 我在教授 日本已经没有了 教授你最近出了一本《中美貿易战》的书 对 在新书里头曾经看到一张照片 我们来看那张照片 这张是日本的 不 美国的这个钢铁工人啊 用大狼锤 锤日本的汽车 这张啊 是Toshiba的 那个手提电子收音机啊 那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员 把它丢到一个垃圾桶 然后大家来砸 就那时候恨日本人 就是恨到这样的情绪 在路上就砸人家的车啊 不是 是特别运来 在一个停车场 特别运来 然后扎给媒体看 不过美国那时候也发生过 有一个华人啊 是广东移民到美国的华人 他以为是 人家以为他是日本人啊 两个美国工人 就把他用棒球棒把他打死了 就真的把他打死啊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 美日为了半导体大战 关中国人什么事 不 他以为他是日本人 他以为他是日本人 他说我不是日本人 那个美国工人不相信啊 因为他看起来是东方人都一样嘛 就用棒球棒把他打死 那个时候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让彼此之间的愤恨 很像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 日本汽车卖到美国卖得太好 美国很多汽车厂都关闭 他们觉得日本人抢走 他们的工作就不同 现在他们认为中国人 抢走他们的工作一样 现在就是 以前是日本 现在是中国大陆 加日本加墨西哥 就是这样 可是以前会 会那么笑 那么糟糕 把人这样称赛就够抓起来吗 知道孟晚舟这种事情 在过去会这样干吗 也干过啊 那个法国 有一个法国人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美国陷阱 他是法国 就是任正非桌上那一本 对对对 他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的这个高阶经理人 那他到美国出差啊 美国就把他逮捕 罪名是什么 罪名是阿尔斯通公司 在印尼 这时候就是他吗 他就是当时 对对对 在印尼跟美国奇异电子 奇异这个能源 抢标印尼电厂的时候 行贿印尼官员 所以我把你抓起来 是 就是跟孟晚舟完全一样啊 为什么哪里一样 因为他说华为违反 美国对伊朗的禁令 对对不对 可是华为不是美国公司啊 那我不管你 这个阿尔斯通不是法国 不是美国公司啊 我也不管你 那个人也不是美国 我不管你 你只要到我美国啊 算你倒霉 所以就是说他在商业竞争上 为了取得优势 他认为他的法律是全球适用 所以呢 后来这个就跟那个阿尔斯通的母公司谈判 然后美国也对 除了对这个人 把他关起来以外 另外也对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提告 说你秦惠印尼官员违反美国法律 找一个借口就对了 最后阿尔斯通的CEO同意 把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 卖给美国契义公司 全部结束 那个人被放了 美国会有十岁之危 过去曾经在富士通上成功过 过去曾经在能源站上成功过 那这一次在华为 在5G市场上 他也会成功吗 我们东友在来请教教授 请教授